大大的海報 寫著武漢姑娘回家 紀念Coco李文 这里是武漢石门峰纪念公园 也是天后李文的长眠地 李文与话后 等了两个月 21日上午安葬于此 同时也布置好纪念展 举办到明年5月31号为止 现场连成一片粉紫色的海洋 李文的母亲及两个姐姐 接目时预计都会现身 其实李文生前 只要到武漢 便会与当地粉丝说 自己就是武漢姑娘 原来她的母亲 在重庆出生抗战结束后 与家人离开四川 到了武汉再前往上海学医 李文也曾说过 就只一家人住在武汉 届时纪念公园内将循环播放 想你的365天 让粉丝一同怀念 而会挑选在这 二姐李思琳日前受访说过 是尊重母亲安排 表示母亲应该是安排了一个地方 是她自己也会在的墓园 那么母亲说哪里就去哪里 李文也与后宫之环传 主题曲演唱人 曾参加中国好声音2的 姚贝娜葬在同座墓园 即便安葬一事不对外公开 但外地粉丝们早已经计划 前往武汉 希望送别偶像 TVBS新闻 终于放红天一台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